身身一鞠躬 郭明正在莫納魯道的房前 用賽德克語祈求此行採訪圓滿順利 郭明正是霧社事件中存活下來的遺族 他窮盡必身拼湊祖先當年那段抗日历史 莫納魯道是頭目 我曾祖父的弟弟是副頭目 那我就講他的名字 我說他曾經幫過你 因為副頭目是輔佐嘛 1882年莫納魯道出生在霧社 馬赫婆社 自小勇猛善戰 17歲時他跟著族人出草狩獵 立了戰功令人寡夢相看 莫納魯道成了馬赫婆社 人人敬重的頭目 但聲不逢時 1895年後日本人統治台灣 不但闖進賽德克族神聖的領地 要求族人定根定居 就連文面 獵手等部落傳統 日本人也透過交易 鹽 火藥等物資予以禁止 如果我們沒有火藥 沒有鐵器可以當子彈的話 我們就不能狩獵 狩獵是我們非常重要的生活之一 為了壓制賽德克族人反抗的氣焰 日本人恩威病失 1910年間將莫納魯道跟其他頭目 請到日本意圖為何 他們去都是讓你參觀軍事設施 現代武器 不管陸海空 對 給你看大炮 尖槍力炮 新的武器 新的彈藥 什麼飛機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氣焰槍 還有飛機 可以這樣飛著頭彈 一看就嚇死了 回到部落的莫納魯道 深知反抗日本人是沒用的 他能做的 只是極力安撫族人不滿的情緒 你把物色的殺光 外面還有 你外面的殺光 日本還有很多 人太多 你殺不完 只是賽德克族人對日本人的憤怒 如野火般燒不盡 尤其在1924年後 物色被選為模範部落 總督府在此大興土木 視族人為牛馬 要他們遠赴深山 砍伐建材 根據記載 當時平地漢人一天工資60錢 原住民40錢 物色的原住民卻只有2到30錢 許多騎勞跟執政歷歷 控訴日本人 苛扣工錢 你跟我說好的 你竟然沒有給我 我們會很生氣 那第二個 那個背木頭不是開什麼 不是開玩笑 很遠 那簡直不是路啦 你如果木頭摔下去 你如果不小心跌倒揍你 那你如果你輕輕放下OK 沒有 你把他一甩掉他看到又打你 這些委屈 莫娜魯道都看在眼裡 他又何嘗不想起身反抗呢 他的妹妹特瓦斯魯道 嫁給日本警察敬騰宜三郎 卻遭到拋棄 莫娜魯道 鞭子打了塔達歐莫娜 雙方發生洞歐 因為他的手都還是血跡啦 你還在解剖那個 一扭他怎麼會乾淨呢 那大概他要洗一洗 那一定是沒有那麼乾淨嘛 所以那個吉村警察顯他髒啦 就帶著我們的小米酒跟他道歉 或者帶我們的山肉帶來跟他道歉 他就是不接受 可能一兩次三次 莫娜魯道擔心自己跟兒子遭到拘捕 加上辛仇舊恨 決定聯合其他五個社的賽德克族人 選在10月27日 務社公學校舉辦運動會時起義 第一個他會找時間 先把部落的那個警察 就是說派出所滅掉 那個滅掉以後很重要的 還要把電話先切掉 接著莫娜魯道的次子 巴沙歐莫娜等青壯年 遣到運動會場四周 等待起義時機 莫娜魯道擇率中老年組 前到務社分市後方的山區埋伏 我們破毛日拿到槍以後 就對空名槍 對空名槍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拿到槍了 那這邊就可以發動 那時候剛好呢 日本人升起 升國旗呢 升到一半 到底到哪裡我不知道 因為升起不得了 沒有人敢動 那對我們來講 不管你用弓箭用槍枝 那是大概十個八九個會倒下來吧 熱鬧的運動會 頓時成了殺戮戰場 哀嚎尖叫驚慌 陷入了一片混亂 由莫娜魯道發動的誤射事件 共造成134名的日本人死亡 另外兩名身穿和服的漢人 也遭到誤殺 我們台灣的人包括漢人和我們 我們一力讓他走 趕快回去 反正日本人大小不留 今晚賽德克族人 已經切斷對外聯絡的吊橋 跟電話線路 仍有日本警察逃出 對外球員 消息傳出震驚總督府 下令調派台灣各地警察 共1231人 軍隊1563人 甚至出動了飛機盤旋偵查 開進誤射大局鎮壓 我們的人其他的人都退 退到部落 退到部落幹什麼 所以把所有那邊的族人 跟他講說你沒有往後退 我們現在要跟日本人打仗 再來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倉庫的東西 背完以後燒掉 10月31日 日本人發動了軍警部隊 協同總攻擊 雖然很快奪回誤射 但賽德克族人盾回內山 他們熟悉地形 日本人即使派出飛機投彈 空飄 船單 又想喊話 卻仍久攻不下 我們要往裡面奪 而撤退很重要的是 他到裡面就找不到我們 我們好打 我們比較可以跟他纏鬥到底 11月9日過後 賽德克族人漸漸開始飢寒交迫 12月初 日本部隊和藩人襲擊隊 逐步逼近莫納魯到的根據地 馬赫波嚴哭 莫納魯到見大勢已去 要求妻子和孫子 辭役後再映淡自盡 他兩個兒子參戰 兩個都一樣為我們犧牲了 就唯一他的女兒活著 六個部落1236人起役 活下來的僅僅不到300人 他們被遷移到北港溪上游的川中島 1934年 莫納魯到的遺骨被尋獲 隨即送交台北帝國大學研究 台灣光復之後 政府於1953年設立了 霧社事件紀念碑 1973年10月27日 事件屆滿43年的那一天 莫納魯到的遺骨 終於能夠移回霧社 長眠於故鄉 火車再來一批批遊客 看遍這個山巒間的小城魅力 新北市瑞芳喉童地區 近年來有了貓村這個名號 但座落在附近的一處處煤礦坑 雖然已經廢棄 卻是喉童地區過去的風華年代 最無法磨滅的印記 你現場的那種 當時還年輕的 是 喉童煤礦是由瑞三礦業公司所經營 瑞三礦業的創辦人李建興 祖籍閩南泉州安溪縣 1891年出生在平溪 由於熱愛漢學 18歲那一年 李建興在家鄉設賬授圖 私俗取名為程德宣 小時候就是自學漢學 所以說但是在日本來之後 漢學的部分其實是被壓抑著 因為日本所謂的國語就是要講日文 所以說他有自色師俗的部分 是在教漢語的 1895年過後 日本在台灣推行黃明化運動 李建興不願隨波逐流 教書時學生最多有百餘人慕名而來 只是教書沒有固定收入 身為長子的李建興 無法挑起家中生計 而當時日本人積極開採瑞芳 平溪一帶的煤礦 25歲的李建興功逢其盛 1916年進入喉童福興煤礦 擔任書記 由於勤勞工作 李建興若受到資方賞識 三年後轉為包商 當時這個煤礦坑 以前都是包彩製的 所以每一個工頭 他都要跟工人一起下去工作 李建興每天賣力工作15小時 自稱煤礦工頭 後來福興煤礦 被日商三井會社併購 李建興仍承包該處的開採作業 但他不懂日語 受到日本人歧視 即便如此 李建興仍兢兢兢兢兢 有一回日商算錯薪水 多給了李建興三千八百元 李建興堅持 不該他拿的錢分文不貪 人家當他 請他當會計的時候 他那個帳目算了 老闆看他說 他不清楚了 帳目不清楚了 他有跟老闆講說 這個會還給那個工錢 他算錯了 然後又還給他 老闆就看這個人信用非常的好 李建興的包商業務越做越大 也開始自營煤礦六七處 1930年李建興舉家遷到瑞芳 興建一方居 一方居位在瑞芳老街上 至今仍保留當年的建材格局 大家看一下上方都有我們傳統那個鐵桃 還有掛一些香岸的部分 這都是非常敏視建築的一個基本的雛形 1934年日商斷定喉童的煤礦即將開採完 若要繼續往下挖 恐怕不服經濟效益 日商以38萬元代價 將礦泉和設備一併賣給李建興 因為它的煤層是15度左右 煤層的斜度15度這樣子 人是躺著 人要躺著 躺著 然後因為它的寬度只有30公分 30公分而已 人要擠在30公分裡面 對 李建興冒險開拓下層與最下層煤礦 結果他賭對了 胡同煤礦不但沒有枯竭 每月產量反而還有15000噸 遠超過日人經營時期的數量 李建興的事業如日中天 他卻不改堅定的意志 不熟日語 不改日本名 他本身他對那個 算是華人這一個身分的一個自居 所以說他本身他也堅決就是說 雖然他的事業是需要跟日本的公司 所承諸這個礦權 但是他們本身他們並不會因為說 因為我自己要從商 而放棄的這個部分 所以他們也不會說想要去 黃明化運動說去改日本姓 七七事變爆發 日本官廳唯恐台灣人趁機謀判 刻意打壓知識分子與地方勢力 數打招風 李建興漸漸成為日本人 極恨的對象 有人向日本軍部及憲兵密告 李建興在瑞芳地區招兵買馬 企圖建立反日軍隊 1940年5月27日 日本下令逮捕李建興 李建興收到消息 跑到後山藏匿 有拿火把上來接計 但其實就只有一兩天的時間 但後來李建興還是自己出來 李建興及其手足 親友 員工等數百人被捕入獄 這起案件後來被稱為 527思想案 日本的預審中絕書指出 李建興民族意識濃厚 私募祖國之納 對台灣統治深懷不滿 日本法庭的一些判決 都是在說秘密結社的部分 其實它並沒有很多的實據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 算是跟中國的開戰之後 為了有效控制思想言論 應該叫殺雞儆猴 所以說跟中國比較有 有往來的部分 金瓜石黃南強 對方李建興為主的這一些 一併就被逮捕入獄 日本人誣陷李建興 更稱有一張來自廣州的明信片 說是鐵證 上面有提到 有一個烏雞白鳳丸 然後他把這個白鳳丸就認為說 他可能是跟白沖喜將軍 有一個暗號 白沖喜將軍當時還在 中國大陸本土的地方在作戰的 然後等於說跟他有一個 私通的部分 這張明信片不僅沒人看過 日本的中絕書也沒有提起 就這樣李家蒙受不白之冤 李建興的三弟李建延 長旭黃毅懷受不了酷刑 而死在獄中 李建興本人做了五年黑牢 直到日本戰敗 台灣光復之後才獲釋 不然他人長得很高壯 出獄以後就是設計日期的 在獄中的總模 折磨 所以出獄以後變成四十幾公斤 名單上面是比較確認就是七十二位 只是說其實我們在很多 考證上來講的話會發現說 其實可能不止七十幾位 從獲自由之後李建興 已經受政府委派擔任第一任瑞芳政長 從此李家從煤礦巨波 跨足地方政治 李建興也本著回饋鄉裡的初衷 捐遞心學 關懷親苦 而他平日嗜好詩文 也有多本著作流傳下來 七十一歲時李建興回到當初躲藏的地點 有感而發 在石壁上刻下了乾隆在冤四個字 1981年9月24日 李建興此事享受90歲 政府特別頒發包揚令 以表彰他抗制典範 當年拿著火把找尋李建興的行動 也被後人保存下來 成為了一年一度的瑞芳火把劫 台北市沿平北路一段上車水馬龍 八十年前文人騷客們總來向這裡聚集 至這時期這裡的地址是 台北太平町三丁路19分地 曾有一間國際書局助力於此 表面上販售各式各樣的新知書籍 實際上是要推廣左翼思想 國際書局的主持人之一謝雪紅 就利用書店掩護 與當時頗具規模的 由蔣衛水為主的台灣文化協會 跟剪輯領導的台灣農民組合等組織 積極聯繫 沒想到1931年6月 治本警方接獲勤資 對全台共產黨員大搜捕 謝雪紅就在國際書局被抓了起來 謝雪紅確實作風強悍 所以當時他們上把庭的時候 這些男性被捕的犯人 都是頭低低的不發異語非常的害怕 那麼只有謝雪紅昂首擴步 而且還可以跟法官辯解 認為她自本並沒有什麼嚴重的錯誤 女兒生的謝雪紅萬綠從中一點紅 但她的聲音比身邊任何一個男性都要大聲 在她唸書的時候被同學稱作摩登男孩 透露了她經過不讓虛美的特質 但誰能想像她的童年幾乎是壓抑無聲的 1901年謝雪紅在彰化一個貧困家庭誕生 父母給她起名為假女 登記戶口時才改為阿女 小阿女12歲那年父母接連奏事 毫無謀生能力的她被迫成為大戶人家的童養席 阿女在最絕望的時候想過要結束自己的生命 所幸身邊有一群朋友 將她從鬼門關前拖了回來 阿女決心要擺脫這樣的苦日子 她在16歲時先逃跑到親戚家 沒想到再度受騙被賣給浪蕩 花心的張樹敏當小妾 但因此有了機會 前往日本居住 阿女的生命地圖 悄悄有了新的方向 當時日本政府 繼續支援西伯利亞的戰事 所以這個米架一直沒有辦法壓下來 因此在這種強烈的抗爭中 讓謝雪紅覺得 原來窮人也可以爭取自己的權益 原來在社會最底層的民眾 他們也可以有出頭的機會 但是要靠激烈的政治手段 我覺得這個對謝雪紅來說 是一個人生的啟發 阿女後來在回憶錄 我的半生劑中口述 她說年少時的命運會如此多喘 追根究底就是因為她是文盲 阿女回到台灣後 在台中開了一家裁縫店 她決心要當一個能自食其力的職業婦女 並為自己改名為謝雪紅 這在當時是很前衛的行徑 所以著名的士生 像林仙堂 楊兆佳等人 都曾因此拜訪她 謝雪紅漸漸開拓了眼界 她開始參加由台灣文化協會 舉辦的獎典會 越聽就越投入 因為她察覺出 當時台灣的命運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 就像舊時代的女性一樣 沒有自主權利 後來謝雪紅有機會前往上海 她又參與了武薩運動 那是一場為抗議日本資本家的蠻橫 而爆發的流血衝突 那麼這個時候 大家就群起抗爭 反抗日本的這種 對老百姓的剝削 壓榨等等 可是謝雪紅很特別 當她跟著這個遊行的隊伍 大家一塊在喊口號的時候 別人是喊解救中國 她喊的是解救台灣 彷彿要將多年受到的苦楚 完全釋放 謝雪紅在人群裡深思力竭 因此她受到了中國共產黨 領袖曲秋白的注意 沒多久她就在 中國共產黨的資助下 與志同道合的台灣同鄉 林穆順一起進入上海大學 跟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中學習 求學期間奠定了 她主張擺脫殖民追求平等的目標 畢業後 謝雪紅先在上海組織讀書會 宣傳反抗日本的思想 為組織台灣共產黨做準備 沒想到被日本警方破獲 那麼她的說法很簡單 她說我沒有讀過書啊 我不認得字啊 我什麼都不懂啊 我只是一個鄉下女人啊 我根本就不知道 什麼組織啦 名單啦 什麼黨員啦 我一個也不知 日本警察問不出任何訊息 只得將謝雪紅遣返回台 當時在台灣接應她的 就是蔣慧水 她告訴謝雪紅 台灣也有許多抗日活動 很快的謝雪紅與台灣農民組織的領導人剪輯密切往來 他們暗中從事政治宣傳 謝雪紅也持續主張要建立一個 獨立於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外的台灣共和國 她與台灣農民組織跟左翼派別的台灣文化協會 到處講演主張民族獨立解放 沒想到1931年日本殖民政府 在台灣對共產黨員進行全島大搜索 謝雪紅在國際書局遭逮捕 事實上同一年 日本也在中國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此時日方大動作的搜查 就是要嚴格掌控台灣的社會秩序 為清華戰爭做準備 當時台灣從南到北 一共被逮捕了107位的共產黨員 都是組織內的核心人物 羈押期間謝雪紅遭受到 不人道的殘酷對待 比如說用這個針尖去扎她的手指 我們都知道食指連心 這個是痛徹心扉的 另外她被衣服剝光 日本人用那個箱頭 去燙傷她的胸部等等 這一次她被關了八年 台灣共產黨幾乎宣告瓦解 當她以939年報事出獄後 因為身體的病痛沉疾了好一陣子 同時間她受到日本警察厭密的監視 謝雪紅跟伴侶楊克黃選擇回到台中 經營三美堂百貨店 度過了這輩子最安逸沈浸的時光 但她為社會運動奔走的命運還沒停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國民黨派遣陳怡等大隊人馬 浩浩蕩蕩地前來接收台灣 謝雪紅開始籌組台灣人民協會 創辦了建國公益學校 因為她看到國民黨政府來台後 因作風強硬造成不少反彈 1947年228事件爆發 謝雪紅在台中後火車站的乾城營房 成立二期部隊 但在國民黨軍隊的圍剿下 敗退到南投埔里 兩方在烏牛蘭吊橋上展開激烈戰鬥 二期部隊雖有武裝力量 但其中只有少數人參與過日治時期的作戰活動 最後傷亡慘重 謝雪紅在高雄搭上了離開台灣的大船 但是依舊心系台灣 同一年在香港成立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謝雪紅這一生為反抗專制 身心備受驚傲 但從來不低頭 這樣一位剛烈的女子 在70歲那年不敵病魔摧殘 在醫院的走廊邊倒下 先進化 現在進化 公里的軍事 要選擇 恐怕 總之 營造